今天的重大意外消息 在19号出发 坠机之后 昨天找到机上无人生还 其中当然包含了 伊朗总统莱希 这个过程当中 引起了很多的讨论 因为包括外交部长 全部人都在这架直升机上 最早各种传言都有 可是其中比较引人一斗的 当然就是为什么 是以色列的媒体先报导 再来是当天 还有一个报导 是出现了这个奇怪的消息 是美军有C-17的飞机 就在当天从失事的 这个亚赛拜然起飞驶离 当然这个时间点还要再精算 但为什么刚好有这样子的军机 出现在这个位置 很稀奇 很少见 还有美国跟伊朗 前脚才在阿曼谈判 后脚就发生了坠机事件 所以伊朗总统这个丧生的意外 现在总参谋长已经下令要调查 当然50天之内就要开始重新改选 但俄罗斯特别讲 他愿意给援助去查清楚 到底有没有其他的阴谋 到底是纯意外 天气的气候因素 还是有其他的原因呢 不知道 但是以色列的官员 这个就觉得比较奇怪 当他要澄清 这个事件跟伊朗无关 绝对不是他们干的 为什么还要不具名 还要求匿名 照理说官方可以坦坦荡荡的 直接告诉媒体说 我们没有可能会做这样的事情 做这样意外的谋杀嘛 可是却是要求要匿名才跟路透社记者说 引用 这个的确也蛮不寻常吗 那还有美国国参议院的民主党领袖 舒默说了 美国情报部门告诉他 在这一次的军机的事故当中 没有发现谋杀的证据 讲得很快啦 第一时间就赶快澄清说 也不是美国干的 那以色列是不具名的官员说 也不是以色列干的 但最近的确是 在国际间太多意外事件 光五个月 五月的时候连六起暗杀行动 这些暗杀行动都被认为不寻常 五月初的时候有个小沙尔曼的车队 遇袭在沙特地阿拉伯 还好他只有轻伤 五月四五号 土耳其传出可能会有政变 要暗杀爱尔断 没事被发现了 斯洛伐克总统没那么好运 他疑似遭到暗杀 现在伤重还在巧救当中 塞尔拜然乌去去 他收到了死亡威胁 所以他们体检有预警 没有达成目的 这次是伊朗的总统直升机坠毁 已经死亡了 当然还有迦纳总统车队车祸 讲的车祸未遂是什么呢 就是这一起 发生一个车队大车祸 连续几辆几乎全毁 造成了一死多伤 车上的随护通通都有重伤的 分别不轻的这种状况 结果还好 这个意外发生在这个公路上 所谓的阿拉克拉苦马西 这个高速公路 就是安全小组名单里面 造成的死亡是司机 总统到哪去了 不知道是事前提到消息 还是运气好 他就是上了飞机 所以没有搭上这台车 逃过了这个死结 但这些人算一算 都有个特色 都是相对亲中俄 反美乙的这样的国家 那到底为什么 有没有这个阴谋的可能性的不寻常 嗅到味道呢 那当然不用讲说 这些没有阴谋 有没有证据需要进一步追查 可是在人道上 当有一国的总统上升的时候 哀到很正常吧 想不到居然有不同的意见 因为在联合国的安理会 为莱希默哀的时候 居然以色列抗议 以色列抗议说 这个是可恥 当这个乌克兰问题会议之前的 这个默哀行动 以色列的形容是 认为国安理会 联合国安理会 已经成为世界和平的威胁 你会觉得 这个是不符合人道 最基本的一个常理吧 连一位总理上升的 他都不能够被大家所哀悼吗 还有白宫说什么 白宫的国家安全发言人 Kobe他说 他居然形容说 这位莱希是双手沾血 所以美国会继续追究 伊朗破坏地区稳定的责任 他是个极端组织的分子 所以以这样的谴责 对于死者 或是在国家 无论人家总统的时候 的确很少看到 那因为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还有消息传出来 其实在一飞机一坠毁之后 伊朗第一时间是有寻求美国协助的 这也是很罕见 但想不到美国国安理发言人 米勒就说 因为后勤的问题 是不是借口不知道 总之就是因为后勤的关系 没有办法协助伊朗 包括搜救等等的 所以耶路人还呼吁 呼吁美欧的扩大西洋组织说 要共同对抗俄罗斯的对外侵略 还有伊朗的恐怖主义的各种支持 这真的是在两个平行的世界 包括国际刑事法庭 他做了一个最新的决议 他把以色列跟哈马斯 两边的首领都说要加以逮捕 因为都涉及了战争罪跟危害人类罪 那当然纳坦雅胡就非常的强硬 就抗议斯蒂斯的辞辱 以色列批评国际刑事法庭 所以连哀悼也不行 逮捕他也不行 但是看看在当地的孩子们 他们的心声是什么 就知道到底什么才是人道主义 他们的心声是什么 在家插走廊的孩子 他说我不想死 一直在轰炸 一直在颠沛流离的迁徙之外 还要随时忍受 那请问像领袖会坠机 那么现在人道哀悼都不行 而有没有想过 这些无辜的平民老百姓 他们的心情 我觉得这一次 伊朗的坠机的一个事件 是硬着陆 那伊朗的官方的通讯社 有强调这是一个硬着陆 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事件 他们并没有指控 是哪个国家做的 但是伊朗的军方 已经严令要调查了 因为去的时候是三架直升机 两架护卫 平安回去两架 那也就是一般来讲 总统的坐机应该是 最注重保养的 而且也应该是要确定 它是最安全的 还有就是驾驶员 也应该是精挑细选 那结果是总统的坐机发生 当然我们看到 这个伊朗的前外长 他认为说美国要负道律上 或是间接的责任 就是因为这款飞机 是1960年代 卖给巴勒维总统 巴勒维国王时代的飞机 已经到现在年久 那美国也不愿意提供零料件 这些零件配件 所以它本身在维修上很困难 它要负很大的一个责任 但是不管是旧飞机 或是新飞机 坦白说 例如说我们前段时间 我们台湾的一些军方的将领 从松山机场起飞 要到花洞地区去视察的时候 也是硬着路碰到山区 目前来说的话 我可能沿庭会有更新的资料 告诉我们就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因为这个直升机就直接撞上 可是它是美国的飞机 而且还是蛮新的 那为什么会看不见那个大山 然后当然天象气候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机界的问题 人为的问题 气象的问题 天后的问题 大物的问题等等 我们都不知道 那要等调查的结果 我们才知道 不过调查的结果 还没有出来之前 伊朗的政局是稳定的 因为他们的最高领袖 哈美尼才是真正掌舵的人 那总统是执行者 因此哈美尼他基本上他在 所以他马上就直接任命 就是说我们还在 按照宪政体制走 所以副总统就代理了 然后已经定出他们的选举日了 所以各政党开始在 推出他们的候选人 即将进行选举 那他的基本外交政策 跟内政政策 大体上来讲外交政策 是不会有很大的调整 因为哈美尼还是主导一切 所以还是朝那个方向走 可是大家在问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以色列会不会是当事方 因为一开始 大家最合理的怀疑就是以色列 那对以色列来说的话 他当然不愿意被栽赃 被抹黑 他第一时间就强调不是他干的 而且他是透过路特车 独家的媒体 有不居民的官员 为什么要不居民 为什么要不居民官员 我们要问以色列 就是他们有不居民的官员 直接说不是我们干的 这是很罕见 过去以色列比较少 对于伊朗做这种否认 可是他这次是明确的否认了 例如说他炸这个南斯拉 炸伊朗驻叙利亚的大使馆的时候 他没有说不是我干的 那就是他干的 那干了以后 那伊朗就反击了 但是在当时 以色列确实有克制 伊朗的报复也是克制的 以色列的反应也是克制的 那这代表什么 以色列确实是愿意把事态 把它平息下来 因为伊朗也愿意平息这个事态 但伊朗被迫不得不进行报复行动 但双方都愿意把这个事态平息好 所以理论上讲 看起来以色列是没有要去杀害 这个莱希总统的这个嫌疑 但是问题就在于有一些人揣测说 不不不 那个以色列内塔尼亚胡 还是有杀害的嫌疑 为什么 因为他们说 刚好在这段时间内 甘知就是他的战时 战争内阁的一个最重要的成员之一 就是反对党的代表 这位反对党的代表 得到拜登的充分的信任跟支持 然后他正在发动逼宫 要这个内塔尼亚胡要下台 等等的这些动作 而且给他6月8号 如果不提交一些计划的话 那他们要 他要退出战争内阁 要发动改选等等的 那有人就认为说 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关系 以色列要把战局扩大 把美国拖下水 都是揣测到目前为止 没有证明是他杀 到目前为止没有证明 是有谍报人员来干 当然伊朗的总统 居然坠机身亡 国际都很关注 只是时间内真的很巧 有这么多 刚刚我们提到过的巧合之外 刚好5月份 已经连续6起暗杀事件 有成功的有不成功的 所以大家当然就有很多联想 将军怎么看 包括这个军机的安全层级 还有这种天后 到烟雾弥漫 这个雾气很重的地方 是真的可能 是最主要原因而已吗 我认为将来可以还原 第一个我们有飞行纪录器 飞行纪录器在还原 第二个有录音带 空地的通信的录音带很清楚 他们都会有通话 都会录音 一录音的话 到底当时的状况是怎么样 还有空对空 因为它还有两架随附的飞机 就是预备机 那也可以 他们有时间 空中会通话 空地之间也会通话 来还原到底 当时的状况是怎么样 可能起飞的天气很好 目标区 目的地的天气也不错 但是航路天气不行 你看我那个地方是丘陵 山区 而且纬度高 因为亚赛拜然在 这个伊朗的西北方 纬度高 那个你看 他那个现场的时候 到搜救的时候 有下雨跟下雪 又是雨又是雪 你看他人 穿的那个服装 都是很厚的 冷嘛 是这样 刚好在季节变换 季节变换在山区 很容易起雾 你看他后来他搜救的时候 霧散掉了 然后这个 在霧形成的时候 直升机 一般来讲直升机 它是靠目视飞行比较多 靠仪器飞行比较少 靠目视 那静云怎么办 而且这个直升机 可能并没有防撞系统 也没有雷达高度表 有雷达高度表 可以看垂直高度 这个绝对高度是多少 雷达高度表告诉你 绝对高度是这个样子 他今天讲这个映卓路 其实我们讲就是撞山 直接就说明就是撞山 映卓路好像有点点这种 这种学术名词 那直接就是撞山 那飞机的 这个直升机的 时速300多公里 300公里一撞山那还得了 那个动能非常大 那这样人会造成 你看 所以全部都没有 无人生还 无人生还 因为直升机300多公里 我们讲300公里 是平常的巡航速度 它还没有最大速度 都要300公里 那一撞上去就知道 所以我们来看 是 那飞行是没有硬变 你看它整个过去的是雾茫茫 那在当下 那个雾茫茫的天气更严重 现在收旧了 天气变好了 所以我们看 它能见度 这个水平能度 跟垂平能见度 那不为了元首安全 天气这样不飞往那去 我认为飞行员要应变 是正常的 一看是云有雾的时候 因为飞行员看到雾会怕 因为雾的时候 我们看到雾 只闻人云响 不看到人 人的声音我听得到 看不到人 雾的人见度是很差 因为雾是地上的云 那你这样的话 我听到人的讲话声音 但是我看不到人 人见度就五公尺到十公尺 五公尺跟十公尺 飞行员来看 那几乎就同时就撞到了 看到山的时候已经撞到了 根本来不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飞行员应变 遇到这个状况 是否拉高 另外一个折返 回到原来的血背基地 不要再了 要不然拉高 但是问题在山区 飞行员还能够拉到多高 它已有它的一个声线 那也没办法再拉高了 变成这个状况 所以飞行员的应变 在这个时候就非常的重要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就 不要这个任务取消 回到原来的基地落地 应该是这样 不一定是安全 等到天晓再回来 这个状况 我认为飞行员也有问题 的确 我原谈世界真的很不平静 到处战争动乱 元首催击 但是以伊朗这个事件来讲 美国跟以色列的态度 会不会很不寻常 我们要讲 美国 因为他们以前有批评 越南的吴廷岩被杀 那个政变 他们认为是美国股东 等于为这个暗杀也要负责任 为这个杀害吴廷岩 过来就是1970年代 那个阿燕德 资历的阿燕德 当然有人说他是直杀 不管什么 这个政变 连尼克森都讲说 我们只是促成的政变的环境 我们也没有去主导这个政变 所以你知道这个压力就变得非常大 所以福特总统上来以后 他签署了一个行政命令 就命令不可以美国政府官员 不可以执行暗杀 就是说你不会进行暗杀 尤其是外国的这种元首 到了卡特的时候 更精力不讲 你连间接的参与都不可以 indirect involvement都不可以 你不是说直接参与这个暗杀 你连间接的都不可以 促成 促成这个都不可以 所以美国他们是有反省 而且你记得那时候 破完战争一开始要 还没有爆发快要爆发的时候 空军的参谱长讲一句什么话 他说我告诉你 战争不发动 一发动 我们绝对就会瞄准 飞机瞄准 哈山风炸 讲完这句话 国防部长是前例 所以你把他叫来冲麦顿 把他免职 我们的命令里面 你这个就等于是类似暗杀 对不对 所以这个我 但是你告诉我说 这个案子有没有可能是美国干了或以色列 所以小的没有证据 要几分证据说几分话 但是我宁可 刚刚傅司令讲的其实我们稍早也讨论了一下 直升机摆就是个很脆弱的一个飞行器 尤其在山区 尤其在天后非常糟糕的时候 变化很快 我们都记得仪豪章先生摔机的事情 我们也记得这个我们的参谋长 对 参谋长 参谋总长 摔机的事情 而且都还几年前的事而已 所以这个对台湾来讲这种高山这种地区 直升机要出去 全世界都要很小心 山区本来就是对视野不是那么空旷 第二个你又有起雾又下雪 这个就更加的危险 所以总之我们不晓得 只是再给军方也要一个警戒 不要忘了仪豪章 不要忘了我们参谋总长的这个事情 这个千万不要再去 不要随便在天后不好的时候 在山区执行任务 是 执行